今天的总编辑时间为您邀请到的新闻点评来宾是中国时报执行副总编辑张瑞昌张执行副总您好 你好 好在香港行政长官选举正式落幕之后呢 本来呢距离劣势的梁振英在选举的后期是大翻盘了 预举击败了原本被看好稳拿大位的前香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 但是呢梁振英的得票率呢却是四任特首当中最低的一个 那么这个执行副总编 我们要先从这个梁振英的背景来说起了 相对于这个唐英年来看 他是一个权贵之家 那么梁振英他的背景是一个警察之子 对于他将来还有他个性 他的背景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这一次的香港特首选举被形容是狼猪鸽 三方各自有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动物的选举 那么被形容是狼的就是这个今天荡选的这个梁振英 梁振英虽然来自这个基层 但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到国外到英国留学 然后念了书回来 进入了那个一个拿取得一个测量式的这样的一个执照 然后就跟人一起合伙 然后到现在的这个代德良行等等 他30岁不到就成为一个合伙人的时候 这个是其实在对照他后来在这个房地产里头 也很大的一个影响力 那么梁振英确实以他的出生背景 是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意外 尤其是相对于这个原本这个 刚刚那个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唐英年 是十拿九稳的 他等于是半路杀出的 我想就这样的一个来自基层 然后又是一个警察之子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不过这次的媒体 香港媒体是用产胜两个字来形容 梁振英他一个当选 也认为说他这样一个选举的结果 认为他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 低得票率低名望 而且低凝聚率3D的特首 所以对于他选后 是不是他的挑战其实才正要开始 我想很多分析家都谈到 那么梁振英他首先要面对的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房地产 那么在他任内的时候 因为他曾经被市委是 打压这个香港房市的一个 因为他一年之内 推出8.5万个单位 这造成的这个房地产的一些下跌 那么梁振英将来在怎么样去面对 这个香港所谓的地产霸权 这是他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 那么其次就是说 他在2003年的时候 曾经主张过这个 对于香港的这个基盘法里头 第23条 他希望能够就国家安全的部分做立法 有过这样的一个背景 所以让香港人对他将来在上任之后 对于香港人最在乎的这个言论自由 会不会造成一个打压 这是他上任之后 可能会面对第二个课题 还有就是说他这次 大家普遍认为他的民意不足 虽然香港是小圈子选举 不过他的得票率似乎也没有那么的高 梁振英这个 刚刚特别提到这个唐英年 唐英年被视为是 香港的一些有钱人 比如说像这个李嘉诚 他们称作就是商官联合体 所支持的这个唐英年 那么梁振英 他像在半路杀出之后 那么他很快的这个扳倒了 就是在这次选举里头 就是所谓的选委会的这个选举 1200票里面 虽然他扳倒了这个唐英年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他的得票率是非常的低 只有达到百分之60.9 那么显然香港人在这个部分 是感觉到是不满 尤其是很多人批评了 所谓的小圈子的选举 就是少数人在决定的这个 对他的代表性是不足的 是有充满疑虑的 那么怎么样来化解这个 将来社会当中对他这个疑虑 我觉得也是他当务自己的挑战 但是不是只要有中南海成要的话 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大哉问吧 OK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梁振英他现在是 还没有宣誓当选了 但是已经有分析说 他只是北京在港的经理人 所以暗示是梁振英 他会断送港人治台的 治港的一个一国两制的精神 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事情出来是吗 我想这次的这个香港的建制派的分裂 就是两堂两人之间 这样的一个分裂 这是当然很多人讲说 拉下了唐英年 那将来这个北京方面 其实当然也可以看得到 北京在这次的这个对 整个特首的一个影响 可是如果不是因为唐英年之前 不断地被爆出他有什么 这个绯闻啊地下情啊 还有一些 违见的问题的话 甚至加上他个人的大意 我觉得可能这样的选举还会有变数的 但是显然就是因为他一路上 这么的轻忽 我想这场的这个 原本市委的所谓双英之争 有人把它拿来跟台湾做比较 当然这个不太一样 虽然最后的那个得票率 好像去掉外还蛮接近的 不过我想梁振英成为这个 有史以来这个得票率最低的 这样的一个香港特首 他所要面对的一些重重的挑战 刚刚特别提到了 从如何解决房地产的问题 尤其是背后的这些有钱人 那么以及香港不断高涨的 包括我们刚刚谈到的这种 言论自由也好 或者是香港人对他 还是充满了很多的疑虑 比如双胚的问题 那将来香港人所期待的 是不是真的能够走出 我们形容它是像是一个鸟笼民族 怎么样看到台湾能够会心向往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还非常有待观察的 那毕竟背后 就是说中南海那边 还是站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主导一个方向 像是之前有人说 这次选举的大家认为说 它就是一个中南海内斗的一个延续 那么挺唐英年的主要是江泽民派系的人 那么挺梁正英的人 有人说他是胡锦涛派系的人 但是现在即将要执政是习近平 所以在将来的香港会不会有 因此不同的人去主导去执政 然后在香港这个部分也会有一些转变 我想从他上任之后 当然可以慢慢地观察 他在昨天荡选的时候 就马上讲说他并不是所谓的 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他基于能够跟香港人要拉拢 然后要表明他其实是跟群众们站在一起的 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 就是说这有差不多 因为梁正英是7月1号要上任 那么有将近100天的这个时间 我们也可以称作这个百日黄金时间 那么他可以想想看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等到接下来9月的一个立法会议的选举的话 我觉得就香港的当地的观察看起来 泛民主派可能会大获全胜 那如果到时候真的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 那么就很显然是对梁正英的一次的 遇上给他一次的一个挑战 一个挑战 其实我们看昨天在投票的时候 会场内在投票 但是会场外有很多人 上千人在现场抗议也好 有一些民间团 他们有一些声音就是说 希望以后不要再有这种小圈子的选举 因为他们认为小圈子选举 这1200多人能够代表所有人吗 也不能代表这个民意 甚至有人是带着中华民国的国旗 直接到了现场去 就说是不是看看台湾的选举 看看中华民国的选举 是不是学学台湾也可以进行普选 所以在下一任2017年 香港有可能会进行普选吗 你的看法 我想我对这个部分是有点保留的 因为即便如此 我觉得香港人所期待的 因为它毕竟作为一个一国两制的一个示范 显然它还要经过一些考验 特别是在北京怎么样看待 这一次的一个特首选举 乃至于接下来我刚刚特别提到的 9月的一个立法会议选举 因为如果真的出现了所谓行政立法 确实有些不同的 类似像台湾曾经发生过的这种嘲笑野大 那么梁振英的施政 必然会受到很大的挑战 那么就这样的一个 如果确实出现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 我们能不能进一步去推论说 2017年的普选就即将到哪了 那且能站在北京的立场上来看的话 这还要再仔细思量 似乎没有那么快松手 但是我们看到这次的选举 其实有一些 就是说这一千两百位的选举委员 他们也有不同的想法 比如说他们里面 有这个自由党有次的高层 是投了白票了 还包含了周润发 他也是希望能够普选 还有一些艺人 他们都投了白票 这个部分是不是民意 其实已经反映出来 他们非常希望普选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心 对我想 就这些名人站出来的话 毫无疑问当然会产生一些号召的效果 那么从这样的 不管是透过手机 透过APP 或者透过网路 甚至也有人走到实体的 这样的一个投票站里头 去投这个票 显然都是在像 不只是梁振英 也是在像他背后的这个老大哥 传到他们的心声吧 不过这次选举 很满有趣的是 场外有个花絮 就是大家想说 这个梁振英他得到了689票 这是不是一个定律 因为来看看台湾的 这个这次刚选完的总统的选举 马银九十六百八十九万 就是差一个万字 但是不是大家有想到说 这是有一点点这个 刚好一个巧合吗 所以有人开玩笑讲说 那么香港的民主 是台湾的万分之一 OK 好 但是希望这有一天 香港人呢 也真的能够 如他们所愿 可以每个人都有一票 可以来这个选举了